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中国的农业 我是武昌国中孔维杰老师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今天要来探讨有哪些内容吧 说到农业 其实它是人类产业活动中的一种 那说到产业 你还记得产业的定义是什么吗 以前呢 我们曾经学过产业指的是 一个经济体系中有效运用资金与劳力 从事生产经济物品的各种行业 那你还记得产业分为哪些类型吗 很好 有第一级产业 像是农林渔木业等等 第二级产业 工业加工制造业 还有第三级产业 商业服务业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 中国的农业 它会是属于第几级产业呢 很好你答对了 答案就是第一级产业 那在我们正式介绍中国的农业之前 我们先来思考几个问题 而这些问题就跟今天的课程有关哦 第一个问题 中国的农牧业分布 与哪些自然的地理因素有关呢 第二个问题 中国的农业区 一性质可以分为哪三类 区分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中国种有哪些粮食作物 它的分布特性和位置又是什么呢 以及中国还有种植哪些经济作物 一样它的分布特性和位置 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最后我们还要来探讨 中国不同的地方 它的收获次数都不同 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有这么多问题 相信你一定已经对中国的农业 充满了好多好多的好奇 不过在那之前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说到吃 你会想到什么呢 中国有许多的俗愿都与吃有关 像是明以食为天 嗯很好 你还想到了吃饭皇帝大 那这么多与吃有关的俗愿 到底是在吃些什么呢 也许你会想说或许是吃面吧 马上就想到了像是北方面食馆 山东大馒头这些招牌等等 那也有可能是吃饭吧 又想到了扬州炒饭 广东州这些招牌 哇是不是肚子都饿了呢 那扬州和广东在哪里呢 从这张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扬州和广东都在中国比较偏南部区域的位置 那你可能也会想说不一定要吃主食吧 也可以吃肉啊 马上又想到了新疆羊肉串这个招牌 新疆位在中国的西部地区 咦怎么不同的食物 它的代表性位置都不太一样啊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就要说起中国的气候了 中国的气候受到季风地形巨海远近的影响 各地的降水量都不太相同 大致上以这一条界线作为划分 你还记得这条界线是什么意义吗 很好就是年雨量500毫米 这条界线以东年雨量在500毫米以上 受到季风的影响比较大 是季风气候区 而这条界线以西 年雨量在500以下比较干燥 是干燥气候区 而在西南部因为受到地势高的影响 而形成高地气候区 因此湿润的季风气候区 比较适合农业的发展 而成为了中国主要的农业区 而干燥气候区和高地气候区 因为农业发展活动相对受限 因此成为了中国主要的牧业区 我们刚提到的新疆羊肉串 就可以作为西部牧业活动的一个例子 那又为什么北方是以面食为主 而南方是以饭食为主呢 这我们又要再提到另外一条气候上的分界线了 那就是秦岭淮河线 你还记得它所代表的意义吗 很好 它代表的就是一月月均温0度C的等温线 以及年降水量750毫米的分界线 秦岭淮河线以南 一月月均温在0度C以上 年降水量也在750毫米以上 农田的性质是水田 适合需水量较大的农作物生长 秦岭淮河线以北 一月月均温在0度C以下 年降水量也在750毫米以下 视为旱田 则以耐旱性较高的农作物为主 而西部虽然是主要的牧业区 但难道就没有农业活动发展了吗 其实只要解决水源的问题 像是例如用高山融化的雪水进行灌溉 还是可以发展玉州灌溉农业的 了解完各个不同的农田性质以后 我们回过头来想想 刚才有说到南方以饭食为主 而饭食的原型是水道 水道是需水量高的农作物 因此它适合生长在哪里呢 就是南部的水田区 而北方以面食为主 面食的原料是小麦 小麦是耐旱性高的农作物 因此适合生长在北方的旱田区 我们从这张图中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小麦和水道分布的状况 像是水道 小麦这种作为人类主食的农作物 我们称为粮食作物 在中国还有哪些粮食作物呢 还有玉米 小米 高粱等等 这些统称为杂粮 杂粮跟小麦一样 耐旱性较高 所以适合生长在哪里呢 没错 就是北方的旱田区 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粮食作物叫做青柯 它一样耐旱 但是适合生长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你想到是哪里了吗 很好 就是在青藏地区 它是藏族人的主食 学习完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与分布位置后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作物 那么中国代表的经济作物有哪些呢 以下我们一个一个来做认识 首先是甘蔗 台湾也有种植甘蔗 相信同学一定不陌生 甘蔗适合生长在热带的平原地区 是可以作为糖料的农作物 茶树 茶树适合生长在温暖潮湿排水良好的丘陵坡地 棉花在修成的时候最怕下雨了 而棉花可以作为衣服的纤维作物 最后可能是同学比较陌生的甜菜 甜菜是一种耐旱耐寒的农作物 它的根部一样也可以作为糖料使用 认识完中国的经济作物特性 现在请你化身为农夫 想想看这些不同的经济作物适合生长在中国的哪个地方呢 老师给你30秒的时间 开始来进行你的开心农场吧 首先 甘蔗适合种在哪里呢 茶树又适合种在哪里呢 棉花想到种在哪里了吗 耐汗耐寒的甜菜又要种在哪边呢 种菜时间结束咯 你都种好了吗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检视 你有没有把这些经济作物 种在适合它们的位置吧 首先是生长在热带平原的甘蔗 由于它的需水量也较高 所以应该适合种在北回归县以南的水田区 需要温暖潮湿环境的茶树 那当然是适合种在水田区咯 不过它适合种在丘陵地上 所以像是东南丘陵这一带就有茶树的分布 作为人们衣服布料重要原料的棉花 则分布在人口较集中的长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 除此之外 由于棉花在收成期需要干燥 因此气候较干燥的西部地区 也很适合种植棉花哦 例如新疆 而新疆的瓜果也十分有名 由于新疆属于温带沙漠气候 日夜温差比较大 因此瓜果可以饱足许多的糖分 因此新疆又有瓜果之香的美称 最后看到奈汉奈寒的甜菜 没错 它就是分布在汉田区的经济作物 从这张图中 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中国经济作物分布的位置 也跟刚才学的粮食作物做个比较吧 从图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中国各地适合生长的农作物都有所不同 不过每一个地方收成这些农作物的次数都一样吗 答案当然是不一样的 那又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 我们知道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关键是温度 而纬度正是影响温度的因素 纬度低的地方温度比较高温 因此可以使得一年之中有比较多的时间让农作物可以生长 我们把它称作生长季长 相反的 纬度比较高的地方温度比较低 生长季比较短 生长季长的南部区域 一年之中可以收获三次 我们称为三货地区 而纬度比较高的东北地区 一年只能收获一次 我们称为一货地区 而华中跟华北各自是两货地区 诶?那都是两货地区 为什么要分开来写呢? 因为他们收获的东西不一样啊 华中地区的二货收获的是水稻 而华北地区的二货收获的则是小麦 而西部灌溉农业区 则因为降水量较少 一年也只能收获一次 西南部的青藏地区 则因为地势高 温度较低 所以一年也只能收获一次 以上中国农业的内容 你都学会了吗?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的重点吧 中国农牧业的分界线 大致上以年雨量500毫米作为分界 以东是农业区 以西则是木业区 中国农业区依降水量不同 大致上分为三类 分别是水田区、汉田区 以及绿洲灌溉农业区 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因特性不同 所以其分布的位置也有所不同 大致上呈现南到北脉的状况 中国的经济作物 一样也有各自不同的分布特性 中国不同的地区 依气温降水量的差异 而收获次数也有所不同 东部由南至北 收获次数分别为3、2、2、1 而西部的收获次数则较少 只有一次的收获 谢谢你的认真学习 希望这次的课程有帮助到你更加认识中国的农业活动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